在澎湖西宇乡二侃村 有一家卖金瓜果的店家 利用天然食材 制作出四种颜色的金瓜果 卖相十足 小蛮姐念的打油诗 体现澎湖二侃人的热情 其中的金瓜粿 吃起来滋味如何呢 先人长这个比较好吃 因为这个是他们这边的特色 它里面就是有一股 小时候传统的味道 我比较喜欢红色的 因为它颜色比较鲜艳 而且看起来还蛮比较新鲜 美丽的外皮 是用天然食材染色而成 当初只有红色的南瓜口味 之后想出另外三种口味 先人长带回家 吃出来做金瓜果的 来豆也很漂亮 四色的金瓜粿 除了亮眼的外表外 内馅油 竹笋 香菇跟肉燥而成 也是吸引人的地方 有空来到澎湖的二侃村 不妨品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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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雅的电视 增添碧履建树 唐班澎湖采访报导 或许创悬